第三个呢 我们讲到三井 在这边的台湾的投资 三井是日本 它这个在过去三年 将会在这个北中南开 再开五个商场 去年的营收呢 非常好 174亿元 它目前的台湾的投资呢 已经高达新台币230亿元 那2016年的领口 有首家的奥勒 然后后来呢 就是说是 又开了另外两家 台中港有一家 台南塞有一家三井 业绩都很好 台中港的58亿元 台南三井45亿元 那它将来还要继续开 那这个是一个 国外的厂商认同 并且投资台湾内需产业 最好的一个例子 那它的这个 这个投资百货公司 相当正确的 你要投资的话 台湾高科技 那个就惨了 那第二个 而且它从北到南都很好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台湾的经济的成长 每个地方都很厉害 第三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它是引进很多 第一次进入台湾的品牌 而不是引进什么 Gucci啦LV啦 这种精品的品牌 这也是一个 差异化的战略